协手保护生物多样性 用事实说话 焦点访谈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10月15日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地约方大会 第一阶段会议在昆明落下帷幕 以生态文明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主题的这次大会 被认为是生物多样性公约 地约方大会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会议 那么这个事关人类未来福祉的 国际重大会议 将会怎样影响我们的世界 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地约方大会 第一阶段会议 是一场高规格的国际重大会议 参会代表围绕生态文明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主题 开展高层政治对话 为未来十年生物多样性保护 谋划蓝图 根据有关组织统计 从1970年到2016年间 全球脊椎动物的种群数量 平均下降了68% 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那么如何扭转这种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局面呢 在这次大会上 来自地约方国家的400多条意见 形成的昆明宣言 给出了答案 现在我宣布昆明宣言通过 在10月13日 部长级全体会议上通过的昆明宣言 是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 昆明宣言承诺 制定通过和实施 一个有效的2020年后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以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 并确保最迟在2030年 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 进而全面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2050年愿景 昆明宣言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正确的前进方向 昆明宣言它是一种政治性的宣言 就是为未来第二阶段的会议的召开 指明一种政治的方向 表达各国领导人的一种政治意愿 它是一个规划 它是一个行动的指南 而且它也吹响了一个 就是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 逆转的一个号角 主流化是昆明宣言的一个关键词 是将生物多样性保护 纳入到国家或者地区 政治经济社会等发展建设的 规划设计当中去 它是针对过去生物多样性 履约问题提出来的良药 也是未来的行动宣言 昆明宣言做出了17项承诺 其中包括各国政府继续合作推动 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 纳入或主流化到决策之中 加快并加强制定 更新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 与行动计划 加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 积极完善全球环境法律框架 昆明宣言还详细说明了 要成功所需的一些关键因素 比如说主流化 还有重新调整补贴方向 法制建设 组织人民和当地社区的充分 和有效参与等等 过去生物多样性丧失很严重 然后我们人类的行动也不行 那么我觉得这次昆明 就抓住了主要矛盾 行动不行就说明政府不重视 所以在这一次昆明会议 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 这个各个国家都是 只要达成一致都要实施 那么我觉得这个法律框架 实际上是这种基本保障条件 有些是靠我们 我们这生活多样主流化 需要法律框架约 变革是昆明宣言的 另一个关键词 在文中多次出现 作为此次大会主要成果 昆明宣言由中方起草 收集到了近400条意见 最终形成 是联合国多边环境协定框架下 首个体现生态文明理念的 政治文件 这是生物多样性治理理念上的 一次变革 也凝聚着各方的共识 昆明宣言呢 就是说 我觉得是在我们人类可持续发展 还有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 这样的一个历史的 这个长河过程中间 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一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的宣言 我们看这次昆明会议的 一个主题就是生态文明 那么也就是说 把我们传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越过了至少农业和工业 社会文明 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明体系 过去都是西方提出一些理念 我们跟着走 那么我们这次提出生态文明 被联合国采纳 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凝聚共识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说生态文明 写入昆明宣言 表明了全世界各国 对我们国家提出的生态文明的认可 也认可生态文明的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 指明的方向 昆明宣言还呼吁各方 因采取行动 响应共建地球生命 共同体的号召 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 兼顾保护和发展 增进人类福祉 习主席在12日讲话中 一定要把保护和发展 结合在一起 跟人民的福祉 结合在一起 然后世界各国 要按照一个国际法 这样来操作 然后我们可以在 昆明宣言中能够看到了 就是习主席的这些提法 它实际上都把它细化了 具体化了 中国从过去的一个 世界全球治理的一个 跟随者变成了一个引领者 我们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成为一个世界鱼 昆明宣言表达了 缔约方对未来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信心和决心 中方作为引领者 知情合一 中国在实践中 依托生命共同体 凝聚共识 遵循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协调 保护和发展 今年亚洲象群北上南归 受到了国内国际的广泛关注 也充分展示了中国 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 做出的积极努力 在中国 这样的势力还有很多 就在人们细心守护 亚洲象群的同时 同样生活在云南的 亚洲象的老乡绿捧雀 也得到了精心的保护 绿孔雀是我国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 目前主要分布在云南 原江流域 据2014到2017年的 全国摸底调查显示 当时仅存不到500只 由于种群数量稀少 对绿孔雀的研究也非常少 为了加强对绿孔雀的保护和研究 玉西市在绿孔雀栖息地 叫停了一处 再见水利项目 并在栖息地布设了红外摄像头 同时通过有机肥种植庄稼 建立绿孔雀共管保护小区 建设生态廊道等各种措施 保护绿孔雀野外种群数量 在野外家境保护的同时 2019年云南省启动 绿孔雀人工繁育项目 成功繁育孵化出了下一代 今年已经是繁殖了100多只的小孔雀 现在我们的绿孔雀数量的话 已经达到了555到600只 这个的话比我们2014到2017年的话 调查的时候不足500只的话 时间已经是稳中有三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在国家层面采取了 非常严格的保护生物的举措 力度非常大 很多宾微物种的生存状况 得到了改善 值得其他国家在未来执行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时 参考借鉴 在这次大会场馆里 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宣传的图片 我手跟前这张呢 上面就是我们国家一个保护动物 叫做黑井客 这张图片上的呢 就是我们的国宝大熊猫 在会上宣布成立的第一批国家公园里呢 就保护着这样的珍稀物种 除了成立国家公园 会上宣布的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 以及双碳政策等举措 既是成果 也是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 做出了表率 大会上中方宣布出资15亿元人民币 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 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正式设立三江园 大熊猫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探达峰实施方案 和一系列支持保障措施 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一加N政策体系 为践行昆明宣言 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 中国从国家公园体制到生态保护红线 中国能用举国体制来实现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然后是就给出了我们一种中国方案 除了国家公园 中国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与其中的生态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和陈镇开发边界红线制度 考虑了人类对地球空间的利用 可以同时实现气候 生物多样性和荒漠化治理目标 这样的话我们这生态红线 就跨了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领域 是真正一个综合的一种方式 像这种生态红线 国家公园 保护地等等 这些都是一个国家 在对自己的国土空间的规划 管理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中国国家公园的设定的过程 我觉得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星球的努力 是个极大的一个贡献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重要活动 是为期两天的生态文明论坛 来自全球各国各领域的代表 围绕同舟共济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主题 进行对话交流 分享智慧 达成共识 这里进行的是应对气候变化 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论坛 这里进行的是生态文明 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论坛 这里进行的是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 生态保护修复论坛 这里进行的是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从理念到实践论坛 这些论坛大多与生态文明理念 息息相关 这也启示我们 要解决生物多样性问题 就要秉持共同理念 秉持生态文明的理念 全社会方方面面共同发力 才能使人和自然走向和谐共生之路 论坛的重要成果 是发布了关于保护生物多样性 共建全球生态文明的联合倡议 倡议呼吁各方应同心协力 抓紧行动 坚持生态文明理念 共建万物和谐的世界 倡议响应了徐主席的主要讲话 就是要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作为解决生物多样性的途径 和努力方向 还号召了各行各业 共同协力 各尽所能 根据自己的国情 根据自己的力量 为应对全世界共同挑战来 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语言 却有一个相同的声音叫妈妈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母亲 我们要把永远的微笑留给他 正如这次会议上倡导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 不能靠单一措施 单一行动 单一国家 单一组织实现 必须综合协调 环境 经济 社会作用 解决生物多样性恶化的局面 这需要包括各国政府 在内的各方力量 都要参与到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 才能确保 制定 通过和实施 有效的2020年后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让我们共同期待 计划在明年召开的 第二阶段的会议 达成预想的效果 万物共生 地球母亲才会更加美丽 感谢收看今天的教练访谈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